您知道登陸火星計畫嗎 為了創造登上火星的歷史 最近在奧地利就有科學家在冰川上 開始了模擬火星表面的研究活動 讓人類對火星又更進一步 知道登陸火星計畫嗎 在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山內上 有一個地球表面最接近火星的地方 從七月底清 一群科學家們 展開了模擬火星表面的研究活動 在三千公尺上的高山 模擬著八千七百萬公里外的火星表面 太空人需要穿上厚重的太空衣 而且只能使用無線電跟外界溝通 除此之外 每次發訊息都要等二十分鐘 才會聽到來自地球的聲音 這個計畫的帶頭者 哲諾特·格洛伊瑪也表示 他們認為這次火星之旅 將會是歷史書上具有紀念性的一刻 我們是我們的航空手 我們是我們的航空手 我們是我們最大的旅程 我們是我們的航空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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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我們每天都要走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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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奧地利 太空論壇的估計 大概還要二十到三十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讓太空人上火星 這將是充滿挑戰的一條路 但是他們依然充滿了夢想與希望 我們是不可謙的 我們mag за需旅行